完成擴建工程的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將於3月開始局部市營運 3月19日旅遊局邀請傳媒優先參觀 並聘取意見以優化內部環境及服務質素 整個大賽車博物館項目共支出約4.7900萬澳門員 擴建後的總建中面積增加6倍至16000平方米 按照展覽面積推算 同一時間段可以接待合理流量參觀人數約568人 每日合理流量為2272人 博物館共設有4層 分別是地庫層的東亡洋大賽及澳門GTV展區 地面層東亡洋跑道及首屆冠軍車展區 1樓的澳門格蘭霏治大賽及澳門格蘭霏治三級方程式大賽展區 以及2樓的澳門格蘭霏治電單車大賽展區 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入境限制措施影響 部分設施未能如期開放包括三級方程式模擬駕駛器 加電模擬器及賽車首立像等 最後,官方將於4月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合整個5月 預留特定數量的公眾名額等公眾可預約購票參觀 體驗試營運的情況及管內設施 在試營運期間只接受網上預約購票 而門票會有半價優惠 有興趣的人士可於3月至12日上午9點開始進行網上預約購票 既然會否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